今朝的风水没了菜 要用上个本地的菜来做牛连呢 师父 哥师父 你好 我以前说的一本八口啊 本地的八口 今朝你要想知道 你们有什么第一代的菜呢 这种菜比较得知的 那八口的一家人啊 一家上肉购 八口是呢叫上肉质 所以说我们的东西这个地方呢 又不是八口肉 又八口肉的地方 这个地方来用菜 我就是想当烤我会上 大类 白果又被称为银杏果 在宋代的时候 被列为皇家贡品 有丰富的维生素C 核黄素 胡萝卜素等 常吃白果 可以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 恢复皮肤的弹性和红润 白果内含有抗血小板活化因子 可以改善血液循环 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另外白果还具有消炎杀菌 抗过敏作用 对于抗肿瘤等都有一定的作用 不过由于白果内含有 清晴酸毒素 毒性很强 生吃的话容易中毒 所以也不能多吃 白果内含是不能留下 不能多吃 不能多吃 那么所以说 今天要做一道菜呢 它白果内含一个呢 但是韩语南汉切法 还有贵一点 说了一大堆白话 就是没有说出这道菜的名字 老顽童韩老师又开始卖关子了 不过做这道菜的第一个难关是 剥白果 我把那辛苦理想 把那笔布露里做一做 中做的三十秒 破 破 听见 那么给他人不声音的了 这三十秒那东西不起来 阿姨当汗 在外来的事实法 你如果撕了八够 来放了一个进锋里 啊 进锋里 这个一整 我来也放了一个笔布露里 听见 给他啊 嗯 我以这口口也不够了 哈 不出来 那 这边的人 也没出这锅也没好吃 所以这个不够不够了 是不够了还占无个 好吧 我真的比较粗 根本够肥的那里不够呢 帮了帮了帮了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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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什么 弄个蛋 弄的拍一拍 稍微拍一拍 稍微拍一拍 有点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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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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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 将白果的壳拍碎了 就能剥出来了吗 敲碎了外壳 还是无法剥出里面的果仁 那么 顾大厨的剥壳窍门在哪里呢 放进油锅里 腿一下就能去壳 这可是第一次听说啊 顾大厨说 这个方法既能去壳 又能将白果煮熟 可谓一举两得 而且去壳的效果 比用微波炉好得多 这个方法 这并不是这个方法吗 这个方法比较多 这是这个方法 不一定不能干 不能干 这有捷子 这个方法比较多 那我们都放在捷子 放在捷子 那把鱼皮里面 把鱼皮皮拿 有放在干 它是白的 这个啊 对对对 我已经二个家 八个家 我们二个八个家 对对 这一分钟 这可以的 一分钟 沥干油后冷却两三分钟 就可以割了 你哪里是可以 你一家不必来不特的 没错的 看着顾大厨三 下五厨二 将一个个白果 完整的剥出来 果然不是吹牛 记者也想试一试了 结果却出洋项了 五分钟后 几十粒白果就被剥出来了 而且粒粒都是黄灯灯 亮晶晶 看着都有食欲了 看着这么简单 我和韩老师也穿了起来 这时顾大厨却将一根黄瓜切开 做成两根条状的东西 随后就拿了一串白果进行加工 这些妹妹就出进去 两根条状的 出到两根条状的 对对对对 出到两根条状的 根本一个两根条状的出进去 根本那个一包里就十五厨了 那七根条状的 一根两个四根四根五根 然后七根十五厨 这种也在这种状的 根本那个壁浪 这时顾大厨就拿出旁边已经做好的一样东西 一个由白果穿成的蒜盘 蒜盘边上有一个竹筒 竹筒里放了三串白果 每一串都是七粒白果 同时还准备了一份甜酱和一份醋 韩老师给这道菜起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名字 叫精打细蒜长寿果 他说蒜盘上七粒子 表示成年人一天最好只吃七粒白果 要是小孩的话 就吃蒜盘上方的两粒白果 最多不要超过五粒 因为多吃白果反而对身体不利 这些第一个 我这十一个 这十一个没喝这个 没香的 第一个 第一个没喝 因为八粒的单位就够了 有一个的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再第一个吃 是不是 十一个呢 看我们先五粒 十一个八粒之后也是一种家 所以说铁人的经过 我们都说铁法人 还是一种八粒心的铁法 对 这种铁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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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铁法人 一种铁法人 你中国铁法人 中铁法人 人不得见呗 这个我们就叫精打细蒜 对 我认为精打细蒜 真的不错 共不审 白共不兴 那不白共也没法那么有了 是啥 哪个唯一个北法 比你的位置得 这是新诺 空了啪啪色 所以把势力想正一正 这放了五里想 铁柴铁的 你不论你想做三十秒钟 几乎的不 也空了牛 死不分得清清爽爽 那么十一个阿姨呢 啊